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是在这种空旷的地方拍照呢 就越容易拍成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通而且不自然 第一步呢我们可以让娟娟先原地这样坐下来 人物就可以自然而且放松 看到这个小花了吗 我们可以用这个花作为前景 让它和娟娟呢之间保持大概2米5左右的一个距离 然后我们把手机贴在这儿来进行拍摄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手机贴到这个花的附近以后呢 切换到我们的人像模式 用一个两倍左右的焦距 这个花就会自动的被虚化掉 会变成我们的前景 我们一定不要让花挡住了娟娟重要的脸压这些位置 只要把脸露出来就可以了 好娟娟伸手去摸一个花的感觉 对对对对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人物放在右上角的这个三分线上 来咔嚓一张 这样子呢我们就拍到了这个花作为前景 然后远处呢作为背景又虚化掉的感觉 娟娟可以拿起来闻一下也可以啊 对很好 两只手拿着花看着看着你的右后方 对非常美 我们在同样的一个景别之下呢 可以拍摄不同的几张照片 这样子呢我们的画面就会非常的有意境和氛围感 这就是在空旷的地方 利用前景来进行构图的一个技巧 我是外皮大叔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到一个时期的地方